事实上,两百多年来,美国纸面上的门罗主义或许已被宣告终结,但骨子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却远未消失。 中方坚定支持拉美国家反对外来干涉、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立场。 对拉美国家的合理关切和正义呼声,美国不应充耳不闻,我行我素。 我们奉劝美方尽早摒弃过时的门罗主义、干涉主义,停止霸凌胁迫、制裁封锁的单边行径, 同地区国家在相互尊重、平等相待、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上发展彼此关系、开展互利合作。 拉美国家独立自主、联合自强的大势不可阻挡。 美国霸权主义、强权主义、强权政治的逆流不得人心,注定被时代淘汰。